北京,武帝宮每一年都有數百萬的休憩 不過現在的變色很難過,家族收容不久 武帝宮特別新興變色,並且配給台灣電池 來開用這座五千多萬的警官變色 這五千級變色占多了兩百萬 設計時,除了可能通風、蔡英雄主任風 再次也更算也很好,就一個這年監察力建中 家族中工設計師、兩萬元的設計,晚上看也很漂亮 現在這個九千萬的變色,也變成武帝宮的新代表 風臨上高級的變色,幾年前在北港武帝宮建設開用 這檔占多二百萬六米,第六千多五三米的建中 就是武帝宮開五千多萬興建的警官變色 我們這個男女測兩個量體 其實我們透過上方這個盤長節狀的一個屋頂 把這個兩個量體給串接起來 因為盤長節有在我們這個中國有象徵 吉祥跟棉園不絕的一個意涵 布地球每年去用百萬人家的香檢來參拜 以前的變色已經咕嚕也不夠適用 所以為了他們用香檢,最少要特別經過設計 過年期間我們每小時用水是十幾公噸 它的這個蓄水的水槽就有35公噸 污水槽其實它的容量是350cmd 大概都是遠超過像國道的這些廁所的容納量 不過讓人家後期的是開五千多萬 到底是開底的位 造價最高的其實是我們這個屋頂 用這個可能是上千片的這個鋁包板 去凹折成我們這個盤長節的形狀 那因為我們北港這裡其實風非常的大 所以而且它要抗風抗震 所以它裡面的結構包含這些工 包含這個料 其實光屋頂的部分就造價就千餘萬了 儲定跟便宿的中有特別有一個空間通風 另外更算可以當日來達成這個人檢討 不過最有看頭的事在晚上 那我們在整個燈光的設計 也是延續的建築師 就是把陽光的採光的概念延續到晚上去 如果由下而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達到上達天廳的一個效果 一個意向 那由上而下就是人神合一這樣的一個概念 吳迪宮後面這塊土地 在百年前是百天開股河川地址較不穩定 所以要憲憲時也要用不少時間來鑑定 不過無論是設計圖建築師 也是時間去燈燈 全部都是經過的無財神的志士 現在這棟高級的經館變速 也變成無貸共神的代表 記者觀眾朋友,彩虹不得 至少 令人是政府召喚 彩虹不得